2011年的1月18号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出访美国 与此同步的是纽约时代广场上 中共政府杂巨资播放的 渲染繁华盛世的中国形象广告 广告的播放频率是每小时15次 共播放8400次 不过在华盛顿国会山的一个房间里 几十名媒体记者正在听到一些 与这个刻意营造的形象不甚和谐的声音 多少次我们担心高智盛的安危而彻夜不迷 多少次我们想起高智盛的酷刑而我们私心裂肺 耿和的丈夫高智盛是中国最著名的人权律师 而他的形象却不会出现在时代广场热闹的大屏幕上 在那个寒冷的冬日里 他的妻子和孩子不知道他身在哪里 是死是活 你要是爸爸来了你想跟他说什么 如果你见到爸爸 我一定会哭很多 因为我终于就 一直都做梦 然后梦见我爸爸就是死掉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看见我爸爸 然后跟我爸爸说我爱他 就是我从来都没有说我这个 一九八零年 高智盛十五岁 和弟弟一起是在离家千里之外的黄陵梅瑶上卖苦力的铜工 他们的父亲五年前病死了 家中负债累累 可是有一天梅瑶塌方了 弟弟的腿被砸断 老板分文不给将他们赶走 仓皇的高智盛背着断腿的弟弟六神无主 不知路在何方 在部队吹石班当了三年兵的高智盛 复原后没有回到贫穷的家乡 而是留在了新疆喀什走街串巷的卖菜 一张旧报纸改变了他的命运 九一年的那时候他卖菜 那时候他是推着车走街串巷的卖菜 那时候卖菜呢 就是没有那种塑料袋 都是自己带兜 机关干部下班呢 都是拿着报纸 夹着报纸回家 他们就会拿报纸去报菜 有一次就是说 有一个机关干部 就是买菜的时候 就是扔掉了半张报纸 他捡起了他一开始的法事日报 法事日报说要到 要到多少多少年 中国需要有十万的律师 考取律师呢 自学考试 自学法律呢 是他唯一的途径 他看到以后呢 我就觉得他是特别的兴奋 我觉得他就有那种 越越欲试的感觉 这是辽宁丹东 中级法院医生法庭上 高智盛为医疗事故 致残儿童邹伟毅 做无偿法律代理时的 一番经典的政绩演说 那时的高智盛 已通过刻苦自学 取得了律师资格 因为免费为医疗事故 受害儿童打官司 他已经全国闻名 我将免费伴随 孩子做完所有的诉讼领 高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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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智盛当上律师了以后呢 成为就是说 为弱势群体 打官司 比较出名的律师的时候呢 就会有 同行的律师 就会把一些 住着拐杖的 那个摇着轮椅的 领到他的办公室 甚至有一次 还把路边那种 跟那种乞讨的一个人 也领到了他的办公室 高智盛就买了好多烤包子 先吃吧 先吃饱了 再看看你的事 看看我们能帮助什么 所以每当 办公室都是这种人的 这种情景的时候呢 他就想到了 他母亲的时候 那个 他母亲 高智盛的母亲年轻手寡 靠没日没夜的干活 苦苦拉扯七个儿女 全家人常常是吃不饱饭 可是 只要有穷人 乞讨到家门口 他从来不让人家失望地离去 家里有什么吃的 他就会给人家什么 如果什么也没有 他也会跑到自家的玉米地里 摆两个不熟的玉米给人家 在寒冷的冬天 他总是会将那些穷人 让到家里 为他们提供一个 避风挡雨的地方休息 他母亲 扶持那些穷人的那种情景 他感觉的 他经常就想到情景 他觉得那个情景是非常的美好 能看着他妈妈的影子 感觉的也是非常自豪 能让他妈妈一样 用他自己的这个 一技之长吧 能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一年要 每一年我有三分之一的经历 我是给穷人免费打官司 我一直是从做律师到现在 我都知道做的 因为我们觉得 就是首先从一个角度来讲 我不能脱离个穷人的接触 这是我了解中国社会底层的 一个最直接的管道 另外呢 我自己就是穷人出身 第三个呢 是我个性 我的个性呢 听了这些一些 三群水晶的一些人来求助的时候 他流泪的过程 恰恰又是我的流泪过程 那我有时候就是 他找我的过程 加少我的个性 就就就就就就 实际上使得你 接受着这么一份的接触 2000年 他举家搬到了北京 2001年 他在司法部举办的 首届全国律师 电视辩论大赛胜出 赢得十家荣誉律师的称号 2002年 他开设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不过 拥有成功事业的高智盛 并不快乐 女子去的圣诞节 我先生回家都比较晚 我们家也在做了 丰盛的饭菜 等着他回来 但是他一进门 他就说他 我就看他情绪不高兴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今天走在 走在街道上 我看到灯火回望的街道 我觉得我根据社会 我又是隔开的 我跟他是拖子 我是跟他是分层的 我融入不到就社会当中 他说因为我挣的钱越多 我的当时的苦难越多 所以我就知道 真的我真是知道 在每一个案子中 他就 每一个当时的案子 他就投入了非常大的感情 和一种责任 他感觉的 作为当事人 是非常的不容易了 已经受难了 如果我律师再没有做好 再把他的诉讼权力给丢失了 就把这一家人都给毁了 所以他就非常的认真负责 高智盛的不快乐 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不愿意贿赂法官 他成为一些法官的眼中钉 一次 主审法官直接嘲笑他的当事人说 你怎么会糊涂的请这种律师 请这样的律师 你能打赢官司吗 高智盛用法律为弱者维权的道路 注定坎坎不平 他所代理的拆迁户的案子 因为触及官商勾结的巨大利益集团 无疑胜诉 2004年的3月 在代理广州小谷维艺术村 被违法强拆案件的过程中 广东省的各级法院 不仅拒绝立案 甚至拒绝按照法定程序 接受高律师递交的任何材料 他向中共的国土资源部与监察部递交的要求 调查这一案件的紧急请求函 同样得到不可思议的结果 您知道我向广东省政府 以及国土资源部和监察部提出要求的时候 他们表现出的共同规律是什么 首先是不接你的材料 经过斗争以后 第二个规律是接下了你的材料 就是不给你出示任何手续 证明收到你材料的手续 第三呢 接下了你的材料以后 不给你任何回复 在法庭的期限内不给你任何回复 这是第三个规律 第四个规律呢 他们的这种违法不作为行为 起诉到法院的时候 法院是清一色的不受理 您知道这时候公民的力量在哪里 对那您觉得公民的力量在哪里 我也在问这个问题 我在大声地问这个问题 2004年的7月开始 他与朱九虎等律师 又介入故乡榆林的陕北油田案 一个涉及六万余民间投资者利益的行政诉讼案 事实上陕北的油田 它的油的产量分布非常的不平衡 然后油脂也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当时的公家的这个投资 要去开油 事实上早就已经破产了 做不下去了 他就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广招全国的英雄好汉来投资 那么有的人开矿 开这个油井是失败的 可能十个油井开下去请家荡产 把所有的亲朋好友权通通都抓来了 请家荡产 你只有开一个油田是成功的 但是最后这些中共的官员看到的是什么 所有已经成功的油田 于是他就讲 我全部要回收变成国有 我让你民众的投资投进来之后 成功的东西我要把它抢过来 抢过来我说我是要征收你 事实上完全远低于市场的行情 跟他已经投入的一些资产 油井被收走以后 很多投资人陷入了巨大的债务之中 无法解脱 而哪些敢于站出来 维护自己权益的投资人 则被公安关押 甚至判刑 不仅如此 投资人委托的律师团成员之一 朱九虎律师也被当局羁押 经高智盛多方奔走 才得以重获自由 中共根本没有丝毫的法治 为什么呢 因为立法机构立法不公 立法本身就是全是中共一党操控的 所以它在法力的源头上 它就已经污染了整个法力的河流 所以它不可能公正 第二呢就是什么呢 没有独立的司法 中共的法院完全操控在中国共产党 一党手上 法院不独立 它哪里来的法治 立法不公 沉重的现实常常让高智盛悲哀而无奈 甚至生出放弃律师职业的念头 可是面对那些在绝望中求助的眼神 它无法背过脸去 我们初步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说是仇促满志 想着能为中国的社会进步 改变中国社会进行为国之力 后来才发现 你树立这种目标的时候 对你是多么的危险 也给你招致了许与多多的麻烦 我现在的需要呢 调整在了我没有力量改变社会 但是我能更偶然地改变一些 个体的身边的事 所以我只能就这样做了 2004年11月底 北方的中国已经是寒气袭人 一份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居民 黄伟的家人的委托请求 摆到了高智盛律师的案件 黄伟是一个法轮功学员 他是个非常单纯的一个 中国的一个老百姓 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犯法的事情 可是有一天他送小孩去学校 念幼稚园 在路上他就被中共撞了 然后莫名其妙被劳教 他没有做过一件违法的事情 他唯一被迫害的理由 就是因为他是法轮功学院 在代理黄伟被非法劳教案中 高智盛律师发现 所有的法律途径都被当局毒死 无奈之下 他写下了给中国人大委员长 吴邦国的公开信 希望能以制度性的力量 来改变这种扭曲的司法现状 北京的高智盛高律师 那么他在上个星期 就是发表了一份公开信 这个信里头这样写 这一个叫庭长职位的一个法官出来说 你不是共产党员吧 他问高律师 他问高律师 他说你不是党员吧 党代表大会的精神 你没有学过吧 律师不允许接此类案件 你知不知道 就是律师不准接法轮功的案件 对 他说法院是共产党的 法律也是共产党定的 现在上面有规定说 不能受理 就是不能受理 你愿意找谁去就找谁去 愿意告谁就告谁 在2004年的时候 在中国大陆 敢公开代理法轮功学员的律师 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除高智胜律师之外 另一个知名的中国律师 就是郭国厅律师 因为他公开为法轮功学员 瞿炎来和陈光辉辩护 郭国厅律师被剥夺职业资格 遭受警察的严密监控和审问 最后被迫流亡海外 我代理一共是六个案件 其中两个非常典型 一个是齐恩来 还有一个是陈光辉 齐恩来是被中共判了五年徒刑 因为他收集网上资料 就是制作棺盘 就是讲法轮功真相 这五年徒刑 他是秘密逮捕 然后秘密审判 等到判决生效以后 家属才知道 第二个失灵的就是陈光辉 在八年的他已经被打成了职务人 就是在苏州医学院的医院 他的妻子找我 找我代理他的案件 就是要求什么呢 要求保外就医 那么我去见他 到医院去见他 就发现什么呢 他已经是职务人 居然公安了 还24小时监控 那我呢是 当时是采取了一个 就是不是 好像假装去看别人 然后走到他的旁边去看他的 在他身边只待了 大概两三分钟 就被国安给赶出来 那这个事实是什么呢 就是说 对待法轮功案的案件 他居然人已经成职务人 连律师都不让见 就是律师根本就是不让你 会见他 他怕什么呢 怕把这个真实的情况说出来 今天中国社会是有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可以 大规模的制造这种残暴的世界 野蛮的世界的能力 极端的这方面的这个能量 另一个呢 另一个极端就是 这一类型的世界 越是公开侵犯人权的世界 越是公开杀戮人性和杀戮文明的世界 越不能有任何进入法律程序讨论的可能 作为律师一般 法律的保护图件 被完全的毒死的情况下 我们没有其他去到 这不是我喜好的一种方式 您知道作为律师 选择法律之外的图件 对于律师来讲 律师内心是很痛苦的 2005年 对高智晟律师来说 是动荡的一年 5月 为了营救 因调查陕北油田案而被捕的 朱九虎律师 高智晟多方奔走 7月 北京的蔡卓华牧师 因为为家庭教会印刷 并无偿赠送圣经 而被当局逮捕 高智晟为蔡牧师 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也是7月 广东攀愚的太石村村民 依照中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提起动议 罢免村官 遭当局镇压 之后 为太石村民提供法律援助的学者 郭飞雄被捕 高智晟无偿为他担任辩护律师 10月 高智晟赴山东 探访遭当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10月18号 将调查结果 写成至胡锦涛 温家宝的公开信 我在山东调查完以后 我对那些被调查的人说 我说 我在你们面前 我感觉到了这个 人类整个语言来描述 他人痛苦的这种 现状的这种局限性 您要是坐在我的跟前 去听他们那种描述的时候 我们的 我们现在 我写的东西啊 根本就无法反映 他们真正的遭遇的那种痛苦 从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天起 高智晟和他的全家 就受到了中共当局 非比寻常的注意 写公开信的第二天 我们就接到了赤裸裸的威胁电话 这个电话里面告诉我 你高智晟知道了很多真相 我们知道的真相也不少 比方说你的孩子在哪里上学 每天坐什么车 那我们就开始保持了警惕 就在20号早晨 天不亮送孩子上学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些异样的东西 就说有两位不明身份的人 从我家门口 一直跟到公共汽车站 然后跟到我孩子去上学 到11月15号 他们对我的跟踪就是公开了 而且整日守到我的办公室 和守到我的家门口 11月2号 也就是公开信发表之后的第15天 高智晟的律师事务所被北京市司法局 非法勒令停止职业 11月20号 在华访问的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专员 曼弗雷德诺瓦克教授 在与高智晟的会面过程中 亲身体验了中共秘密警察的种种手段 我们认识在这个餐厅 并不是很浪漫的 这个餐厅 是一个平常的中国餐厅 它是午餐厅 然后在楼上的楼下来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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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 我只是拍攝了相機,我拍攝了一張跟我們聊天 我拍攝了一張通知識 我拍攝了一張通知識 我拍攝了一張相機,他在那裡有一個女性 他在這張相機上說他很動感 他在這裡說為什麼你拍攝了一張照片 我拍攝了一張照片 和我拍摄一拍摄的照片 我拍摄的照片 我实在也有明确的照片 如果他拍摄摄的照片 我问了我 你拍摄的照片 他被nos了 他在咛网上 他和他 collaborators 他说我需要比他国家的看法 他把视频毕业的裁造 所以我们说 我说他们不增加他 但请不要吴给我们的议题 回到酒店之后 诺瓦克教授再一次领略了中共特务的厉害 他在这一场经历的厉害 他在这场经历的厉害 那是一场经历的厉害 我非常感到非常感到的 他在这场经历的厉害 他在这场经历的厉害 他没有很静的厉害 他一直在调整的厉害 他一直在调整的厉害 但他非常高兴的性格 与北京的肃杀气氛相反的 是高智盛的公开信 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 各地被迫害的法轮功信仰者 纷纷发出 让他去他们所在的地区 了解真相的请求 11月29号 高智盛和他的朋友 北大教授焦国彪一起 成功摆脱便衣的跟踪 远赴山东省 辽宁省和吉林省 进行了为期17天的 关于中共当局 对法轮功的迫害的真相调查 12月12号 在冰天雪地的 中国东北吉林省长春市 高智盛再次写公开信 给胡锦涛和温家宝 正如我在公开信中提到的那样 对我的个人心里连红震撼 最大的就是 我们政府针对我们女性同胞的 生殖器进行下流攻击的这些 不道德行为 以及对男性性生殖器攻击的这些行为 这是我唯有想象到 就是说他们针对女性性生殖器的 这种攻击和 对男性性生殖器这种攻击 程序性的攻击 和完全规律性的这种攻击 对这样的不道德和下流 一直在我心里当中 对我冲击思想 这是那些穿着制服头顶着国徽的人干 高智盛在公开信中呼吁 胡温及全体中国同胞 是到了我们民族成员 全体必须反思的时候 人类历史上 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 为了心灵中的信仰 会在有政府的和平时期 经历着如此规模的 如此持久的 如此惨烈的灾难 这种仍在继续着的 和平的今天的灾难 使数以千计的无辜同胞 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数以十万计的人民 被剥夺了自由 还使得一亿多的法轮功信仰者 一亿多个家庭的数亿人 遭受了传讯和迥惑 剥夺就业资格 工作机会 收入 被抢劫财产的 不同程度的 不同性质的迫害和打压 这是多么的愚蠢 危险和不道德的恶举 这是在持续的 与全体中国人民 与人性文明 及整个社会的 道德基础为敌啊 这个制度 怎么会需要 这样的价值呢 我们还有何理由 有何道德条件 拒绝反思呢 在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天 高智晟在美国大纪元时报上 刊发声明 表示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 您知道是这一次的调查 和那些走下老虎灯的人的 一起共同生活 是他们 实际上是他们的精神 帮助我摆脱了这种精神基盘 也就是说我们感觉到 我们民族处于一种 极度危险的事 那么我个人为了保住 一个律师资格 为保住我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而不去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时候 这是我的羞辱 所以我最终选择了 退出这种杀人的事情 法轮功问题和退党 是中共最敏感的神经 高智晟勇敢的正义之举 招致了中共 更严密的监控和威胁 他的生活陷入了 新的动荡之中 这辆上海大众 没有拍照的 对 他们跑掉了 就这样 这辆车也是 这辆车也是 这个也是的 这个 这个 对 看到了 看到了 他没有带车号 他是一个没拍车 他闪着这个 闪着大灯 他不让你看得见 你看这个 这个都是的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看到了 快快快 两个都是没有拍照的 两个都是没有拍照的 2006年1月17号夜间 空旷的公路上 高智晟 正开车回家 突然 前面一辆车牌被报纸遮盖的汽车 在高速行进中 急刹车 眼看就要撞上 高智晟跳起来拼命踩住了刹车 他下车查看前面车的车号 不料 对方猛然启动车 直接向他撞去 高智晟情急之下 跳入路旁花园 躲过一劫 这辆车逃离时 露出了经EB8233的车牌号 正是曾经跟踪高律师的国安汽车之一 很多朋友都告诉我 中共要抓人 或者说他要干掉 我就告诉他 当你把干掉你 抓起来 把你抓起来 当做是危险的事 事做是危险的事 我们每时都处在危险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